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没有在一年前预先来订房 是很难有机会住在里面的 而且泰国东方饭店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先进国家 到底泰国东方饭店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 其实这所饭店也不是一个最高级的饭店 它的特色就是 对于客人经常留意细节 比方说 有一位姓王的老板 他曾经入住东方饭店 他因为要经常到泰国去做生意 当他第一次下榻东方饭店的时候 感觉很不错 当他第二次再住到东方饭店时 他更是觉得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早上 他走出房间要去餐厅的时候 楼层的服务生很恭敬地问他说 王先生您要用早餐吗 王老板觉得很奇怪 反问楼层服务生说 你怎么知道我姓王呢 服务生说 我们饭店有规定 晚上 前一晚 要备守所有客人的姓名 这一点让王老板大吃一惊 因为他曾经住过 世界各地无数的高级饭店 但是像这种饭店 还是第一次碰到 接着 王老板更吃惊了 他走进餐厅 服务小姐微笑地问他说 王先生 您还是要老位子吗 王老板更吃惊了 尽管 他是第二次来到这儿吃饭 可是 距离上一次 也已经一年多了 这儿的服务小姐的记忆力 怎么这么好呢 他就问服务小姐 问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上一次是在哪儿吃饭 服务小姐说 在我们的电脑记录上 记录着您在去年六月八号 您在靠近第二个视窗的位置上 用过早餐 听完后 王老板兴奋地说 好 好 我坐老位子 坐下后 服务小姐又接着问 您还是要一个三明治 一杯咖啡 一颗鸡蛋吗 这时候 王老板已经不再 惊讶了 往后 他只要来泰国 他一定入住 这东方饭店 我亲爱的朋友 的确 这个社会 充满着 许多的竞争 但常常 我们容易遗忘的 竞争力 就是 对别人的细节 予以留意 这篇文章 是 听友Lily 在飞跃频道上面 所提供给得人的 最后 仍送你这句话 对于别人对自己 要不去小节 对于自己对别人 要留意细节 我们下回见